大家好 我是称公 今日主题 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国际 中国电建 中国交建 中国能建 波段运作模型学习 按理模型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 好 我们打开盘面 大盘基本还是符合预期啊 今天的最高点是3500点 刚好也是在咱们给到的压力位附近 出现了一个震荡 3500点不会一处而就的上去 会反复的震荡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还是放大的 说明投资者还是比较纠结的 毕竟现在的国际形势还是比较混乱 所以表现在大盘上面 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还是去把握结构性的机会 对于大盘重要消息和板块更多的解读 大家可以去咱们平台的多创业 才已经能去学习 好 我们直接进入咱们的主题 咱们主要通过这些案例模型 教给家人们波段运作的技巧 咱们先看一下 2月28号是周一的复盘一下 我们看到中国能界 这个赛道基本面已经非常熟悉了 连续的缩量形成这样一个震荡 那这种情况下面 其实有低息的应该分高减下 因为连续的低位缩量震荡 起不来的话是有下的可能的 这样最少能把我们不多的利润放兜里 那中赛科技保持这样一个震荡 可以观望一下 海力粉店还是坚持咱们以前的逻辑 又下杀一下 然后确认了千基的低点去关注 那今天实际是一个跳孔高开 但是他还有回落了一下 基本面赛道都没有问题 银行ETF 咱们呢在周一给到以后 你看周一周二是一个关注点 那么连续的上涨以后 今天也是刚好在压力位 出现了这样一个 它也算是一个小阳性 而且还放量了 那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办呢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卖单呢 其实是远远大于脱单的 可以减三分之一的仓位 把利润呢扩大一下 后期再怎么回落 也都是会盈利出来的 好 这是周一的 我们看看周二的啊 三月一号了 墓园股份呢 是在周二早盘 这是一个启动关注点啊 我已经给到家里面一个观点 看千高压力 它上行的这个空间不会太大 因为这种题材性的操作 它没有业绩的支撑 它其实还会维持这种 震荡攀上的一种格局 所以起来呢 实际上是不能追的 你看 它方亮起来以后 缩亮回调没有关系 后期还有上冲 那么也就是说 节奏就是 它回落下来以后 一旦再起亮的时候 突然是一个关注点 但是如果它挑战千高62附近 这是一个减长点 把节奏把握好吧 它是身诛养殖的龙头 中国电舰 那中国电舰呢 那我们在周一达到半年线气温 跟之前也是一样的 半年线出现了一个第一位的转式晶K 反爆了 它看涨 那它在2月28号呢 实际上是一个金针探底 火箭声控 但是呢 它很显然这个量价配合的不是很影响 不过周二开始起了 对周二的早盘也是一个关注点 你看周三周四出现了一个小的冲高回落 同样 降低一下仓位 因为量实在是不给力啊 不给力的情况下面 我们要看出来 反弹动力不强 可能回落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要读懂K线语言 那成功呢 是手把手的 把这个技术的 K线语言的 基本面的 包括政策的 等等一些知识和逻辑 分享给大家 关键啊 就是让大家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 交易模型 交易系统 这样子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才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像在投资中依靠别人的 我跟大家说实话 永远赚不到钱 因为价格的变动是瞬息万变的 如果不理解逻辑 就没有执行力 没有执行力 必然是亏的 所以江恩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投资者不能对价格未来的走势 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 就很难赚到钱 那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能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吗 很显然难度还是挺大的 其实江恩又说了 真正让他赚钱的并不是预判 而是执行力 你预判的成功率再高 你80% 当你赶上20%的错了 你不止损 照样把赚的钱亏回去 就是我们要预判提高成功力 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 但是真正能保护我们的 保证我们赚钱的是执行力 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所以成功就是把这个标准 给到大家 通过我们验证以后 去提高自己的执行力 交界也是一样的 你看 周一 达到60日的声明线 期末周二开始发力 周三周四 冲锅回落 也到达前期 成交力机区附近了 所以最少的是应该降低一下 场位 为什么呀 因为量能不够啊 好 我们再看广发证券 那么广发证券呢 我们是跟港股的广发证券 做了一个比较 建议大家去关注港股的广发证券 因为它的估值更低 只有6.9倍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周二 小盘是一个关注点 对吧 然后周三一个震荡 周四 今天还有一个冲高 比我们A股的要强吧 A股一直是横盘震荡 它是12.3倍的估值 那么港股的 确实它弹性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一支建议大奖 有实力的呀 开一个港股的权限 挺好的 因为很多的同样的公司 确实估值比较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也是量能不够 那周二早盘关注的 今天如果说降低下仓位 最少三个点以上的收益 是可以看到的 对吧 我把这个逻辑给到家人们 所有的案例模型 仅供学习 不构成投资建议 证券ETF和香港证券 也是给到家人们逻辑 我们只是在制定交易计划 执行纪律 所以在上个交易日 复盘的时候 我说了香港证券ETF 虽然在周三出现了 一个阴线的回落 但没有关系 如果下破18坑 你看今天得到验证了 它又起来了 所以啊 我们要通过制定这个交易计划 形成我们的交易模型 那成功呢 在斯木桌这个量化模型研究 我把通过当数据筛选出来的 成功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给到家人们 所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 成员突破1000以后 那成功会把这个智能亮头的一些 课程免费的去交给大家 这种成功率 大家应该是看到了 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啊 要不要加入咱们的粉丝团呢 自己决定 反正成功的目标 就是让大家 就是帮助大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而且是免费的去交给家人们 这么长时间了 在平台 大家应该感受到啊 成功给到大家的就是逻辑啊 所有的案例模型 都是供大家学习 让大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因为我深知道啊 只有理解了 懂得了逻辑 才能真正的赚到钱 而且我们分两种模型 激进的 你可以去买 七张点 因为你能力高 稳健的 或者是上班的 在相对低位 去定投ETF 这一点是非常安全的 基本可以实现稳健的盈利 选哪个模型 根据自己的情况 成熟力 兴趣 选就可以了 好 这是咱们周二的 我们看一下 周三 咱们主要是复盘了一下啊 我们看周四 3月3号的 先看一下赛道 公司是全球化 规模化 大新的投资建设集团 国有重要股干东投体验 除房屋建筑 基础设施建设等 传统业务外 新增业务 包括绿色建筑 节能 环保等 保持全球信用 双A的稳定评级 智力打造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的企业 3月3日消息啊 就今天的消息了 被富士罗素 纳入了富士中国A50成分股 能纳入成分股的 肯定是基本面 成长性都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机构已经给我们 筛选过了 这个公司 好 对吧 我们要从他的成长性 估值基本面 综合分析一下啊 这是赛道没有问题 最后分析技术面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 TTM是动态适应率 是4.22倍 静态的 是4.85倍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股息率 是4.14% 大家应该 大概可以 已经看出来了 也就是说 中国建筑 按他现在的 估值 不到五年 可以回本 然后他的股息率 就是分红嘛 每年的分红 是4.13% 比银行的利息 要高多了 估值高不高 很显然 他不高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 基本面 财务分析 那么 从他的净利润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非常稳健的 一个增长 现在三季报 21% 的一个增长 所以他的盘值 比较大 可以增长 10% 或者是20 附近 就可以了 非常不错了 负债率呢 73% 一般他们 这种公司的负债率 都在70% 这个负债率的高低 跟同行业去 比较就行了 电精含量 基本都是负的 所以这个问题 也不大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盈利能力指标 毛利率 10.48% 净利率 4.1% 总资产报酬率 在3% 全年下来 也就4% 附近吧 差不多 在这个行业里边 都是在45% 附近 业内点评 我们看一眼 中国建筑 新增618.2亿的 重大项目 单月新签 近3000亿的订单 建筑行业龙头 彰显了 稳定增长的底色 大家下来 自己看吧 总体说来 业绩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回来 先看一下 他的基础面 先缩小下来 要看一下 他大概的一个走势 基本来说 这种公司 我们看到了 能出现 智能量头的这种 气上标准以后 他都能 吃点肉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 他的长周期 月线 月线级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1415年 这本牛市 大概从1块钱 附近 涨到了7块8 7倍左右 也就是说 他弹性还是可以的 那么目前 回打下来以后呢 形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震荡的 一个走势 还没有开始 这种单边的向上 周先生再看一下 那周先生呢 看得清晰一点了 他有之前的下跌趋势 转正 形成周线级别的 多头排列 那么周线大年线 就是机会了 这个规律性 还是比较强的啊 好 我们看到现在 方大一点 那么他形成了一个 周线级别的 区间震荡啊 我们给他去画 这种趋势线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下轨 这是他震荡平台的上轨 在这个区间内 形成了震荡 再回到日线 从技术面我们看的时候呀 先看月线 再看周 买卖十点 要在日中求 因为周线看的是大周期 是大的波谷和他整体的结构 但是我们真正买卖 必须要在日线上去找卖店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你看 2月28号周一 资金开始流入 称交量 缩量到地量 是要变盘的 后期一方量 就可以起一波了 那跟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是收了一个 火箭升空的 起掌模型 对吧 然后再加上 也是资金开始流入 后期走一波 所以 我们要建立这种标准以后 在交易的过程中 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这个没有人性 不是说我们是坏人 没人性 是说我们没有 非理性的操作了 我们变得理性了 简单了 执行力才会强 永远记走一点 高概率加小亏大赚 就等于稳健 盈利的模型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 交易系统 所以成功的每一期的课程 都要认证的学习 一次看不懂 看两次 十次 一定会慢慢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他出现了利好以后 加入富士中国A50成分国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了吧 对他出现一个倍量的提长 但其实看他到压力位了 不能追 你要今天长到天高附近再追 不就又成了散户行为了吗 他还是没有自己的逻辑了 你看 倍量大阳线 你一追高点 回落 缩量 再一方量起 直接 对吧 你关注了以后 就能起来了 所以这个迁入点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通过量价时空 是可以把握好的 没有问题 对自己要有信心 而且他上面的卖单还是挺强的 所以有利好 而不能涨停 也到达压力位了 就说明他有调一下的要求了 后期 如何去做呢 等他回调一次啊 我们已经是看到了 他的估值不高 成长性 稳健 机构 看好 资金流入 总体空间上啊 涨幅不算太大 再相对的低位 形成这样一个震荡 既然是震荡 就有低息的机会 对吧 所以后期 等他踩一脚下来 我们看他是踩到60日的生命线 还是半年线 还是年线 总体宁愿错过 也不要错 这是我们投资的原则 所以 投资的最高的金件呢 其实是耐性 耐性的等待最佳买点的出现 我们这样子的成功率才会高嘛 那一旦数量调下来以后 再次出现了这个 先缩量 量小一点调下来 再次出现了这个 倍量的启动 造他的下一次的低位提涨点 这叫提涨的模型 我们去关注 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基本面 基础面的逻辑 分享给家人们 能理解了 我们去按这个方法 去找自己看好的股票去做 就行了 我们分析的按理模型 仅供学习 不过程 投资建议 所以关注成功呢 最少成功会找一些 各个系统行业的龙头 这样子分享给家人们 让家人们去养成一种 我就做龙头的习惯 我要再去追妖骨了 那妖骨啊是我们吃不到的 妖骨是谁做的 是私募啊 优资啊 他们收割的就是非理性的投资者 所以我们去追妖骨是偶尔能赚到钱 但是最终他必定还是亏钱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公务基金的思路去操作啊 做细分行业的龙头 那么我们并且是低吸买他的起张点 其实从逻辑上我们去想的话 我们是会实现比较好的文件的收益的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中国建筑国际 他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 一步一步看啊 先看一下估值 他的估值呢是7.92倍 比中国建筑要高 对吧 再看一下他的走势非常强势啊 他在去年的7月份出现了 这叫鱼龙汇聚的起张标准 已经翻倍了 所以这就是看懂逻辑建立交易系统的价值 当我们能看懂逻辑以后 那这种翻倍的利润真的是可以迟到的 因为我们懂得他的逻辑 我们知道这是起张点关注点 他能走到哪块 我们心中其实大概也是有数的 所以从技术面走势上 那么中国建筑国际 他是香港上市的啊 比中国建筑要强 他现在的因为他长得比较多 所以他的估值呢 要比中国建筑要高一些了 但我们要明白 中国建筑国际 其实跟中国建筑不是一个公司 他的大股东是一家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大股东 好 我们看他的大股东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64.66% 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建筑的啊 好 咱们回来中国建筑这儿 好 股东研究 我们看一下 那中国建筑的大股东是谁啊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同样还是中国建筑集团 他持有58.14%的股份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高层致力啊 这是他的股东的情况 好 我们看到了啊 他的董事长 董事 郑学选 张兆湘等等啊 这是他的一些高管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建筑国际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中国建筑国际 他的大股东呢 看是严建国 这是董事主席啊 梁海明 那很显然呢 我们已经是看到了啊 他属于大股东 是一个啊 都属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但是呢 他的业务也不完全一样 当然有一样的地方 但是不完全一样 所以他的从治理结构啊 以及董事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股东 但不是一个公司 但是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表现看的话 我们看到了香港到中国建筑国际 走得非常的强势 那么我们A股的中国建筑 相对来说还在地位盘着 公司呢 比香港的有低 会不会也来一波航群呢 我认为还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 对啊 中国建筑 我刚才说的 调一波下来 按这个逻辑去关注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好 咱们今天把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国际的这个投资逻辑 以及两个股票的区别呢 简单分析了一下 如果认为成功的视频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感恩长安三秒 来个强烈的点赞 投资路上 成功与您一起成长 注射之后 低内容 现在参加的 开始 网 worm